干一生死反腐 迷心逐渐 这话说的正好 沉冷酷海 酷海是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头 投出投没 生三陷道就好比投出 沉到海底就好像是三窝道 都到地狱去了 但是在六道之中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窝道的时间长 你在山道的时间短 窝道很容易躲下去 很不容易出来 说若无此 深念彼身的大愿 众生活有得出轮回 没有这个方法 这是弥陶的愿力 没有这个愿力 众生想脱离六道轮回 难了 太难了 没有办法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过为多长众生 特处方便 这是为了 为他们发的这个大愿 第十八月 特别 用这个方便法门 开辟 一心之法 开辟个门路 甚至 神之 精灭 摄迟 摄加摩摩尼佛发运 一万二千年 那已经过了三千年 后面还有九千年 九千年之后 摄加摄加摩尼佛发运 摄加摩尼佛发运 就中了了 金顶 完全 没有了 摄掉了 那 这部无量寿金 最后面 它还能够留一本年 最后的一本年 只有这部无量寿金 其他金全没有了 一座周行 顾云 专为凡夫 这是说 对凡愚之人 无尽的慈悲 又密的 密宗的 金论 皮诺 这哪句 就是大日记 这个里面说 大悲为根 菩提为因 方便为究竟 该名 彼由究竟方便 读生之法 方式如来 果觉之方便 一定要叫 这些 余下根线的人 很容易修 余下之人 多半是 做苦工 他们有福报 他们有智慧 是一个劳力的人 所以 他们很辛苦 他们没有时间来修行 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 最有效果 最有效果的方法 这是能成就啊 那么生年必生 确实是 确实是究竟方便 是由于 弥陀 弥陀 就近 尘就之 最急 方便 处 正是本金中 如来定会 旧场 无极处 这是把弥陀 究竟方便 说出来了 阿弥陀佛 这个究竟方便 从哪来的 根据什么 说出来了 使弥陀 功夫达到极处 他的定 他的会 达到旧场无极 是这个定会的加持 陈就这个法门 幸运痴迷 神迷必生 他有这个能力